第二角再追 靠隊有幫忙掩護 帶過來 再送到左邊 中距離出手命中 帶過來 再中距離出手 跳投 兩分拿到 所以攻勢呢 又回到了副方的手上 大腳轉移 給到了左邊 往裡頭來做切入 這一回高拋 拿下分數 哇這一球結果運追 被吹了個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再看一下 又是Gary Styler 上來幫忙掩護 選擇給到了右邊 這個就沒問題了 你看他在運球過程上 拔起來投籃 攻擊的這個人 會完成投籃的動作 所以你索性不去理他 歡迎再回到這樣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 張宗憲呢 在第一節個人是六投四中 獲得了九分的分數 另外還傳出兩次的助攻 所以球評剛才分析得非常清楚 他主要在移動過程 急停出走 他的動作 他的彈道 都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雞雞雞小勾這樣子的一些 一些的動作 這個是在其他的本組中風裡面 比較少看到的一個這個 有進去影響力的球員 張宗憲今天單打獨鬥啊 真的是給彭俊很大的麻煩 不過要用球員上來守他 彭俊雖然有不錯的一個身材 跟身體對抗性 可是事實上 可能施敬堯是一個 比較好的對抗的對手 繼續帶過來 再往裡面切身體的對抗 有犯規 那所以今天呢 張宗憲不只在急停跳投 有另外剛才也看到他的左手切入 沒錯 幫忙掩護球掉 那現在張宗憲打球 哇這一下差點 被賺到一次加薄 打卡機在哪邊 哇結果又是一次的突破 打卡機沒有 得分機在這邊 全場攻擊的情況之下 最有效率的應該就是噴射機 這一集裡面已經有八分的一個優勢 就是讓張宗憲輕鬆上來 這個浮原的攻擊 三分球加兩分球的Fugo出手 是投時只能投進一球而已 只有百分之十的一個命中率 對 國富邦呢 再度拿到了第二波 進攻時間回到了14秒 送給底線 左手勾進 是在合理範圍之間的時間出手 最後呢 球是流轉到了張宗憲的手 在防守的部分呢 是壓迫到了浮原 讓他的命中率並沒有說太理想 在第三節還有第四節命中率都不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最後是富邦 以八十球比六十八來輕鬆收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